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亞洲新聞,早安,軒仔 當然我要先講最大的新聞 由18號晚上11點59分的時候,說到甘肅發生地震,現在6點2級 由18號11點59分到現在我們錄影大約11點的時間 經過了一日半左右 這次發生地震的地點,如果你看看地圖,就介乎在甘肅和青海之間 所以兩個省份現在都有人受傷,兼且現在的搶救依然是春陽當中 而今早凌晨5點半為止,甘肅地震令到青海海東市有18人遇難,198人受傷,16人失聯 而去到昨天的1點為止,甘肅省方面就有113人死亡,536人受傷 現在當然是搶救當中 但現在說的是今次的災情,就算是近年比較大一點的災情 而其中當然有幾樣的因素,包括我記得昨天大師也有說過 其中一件是淺塵地震 6點2級的確是一個中到高強度的一個數字 而且是因為夜晚發生,是11點59分,即是凌晨12點的時候 再加上現在,我們一直說救災黃金72小時 但現在這個時間可能還要縮短一點,因為當地氣溫是零下十幾度 所以現在看到的就是內地有很多救援隊,包括公養隊等等都已經去救援了 所以希望現在受災的群眾可以平安 說了這個之後,我們看回港民 港民方面最近就是公展會,有沒有去的? 沒有 OK,我也沒有 公展會去到昨天的時候已經是第四天 依然是人潮洶湧的 很多人當然去公展會買海味 很多入場市民就說,今年香港經濟差了 而且感覺上貨品也加價 過往的預算,由四千元的預算,現在縮了一千多元 有一些市民被傳媒問及,會不會上內地去掃貨呢? 因為內地會便宜一點 當然有部分市民就說,內地的牌子選擇比較少 香港更加有保障等等 希望支持香港人本地的品牌 但是對商家來說,他們就會算是樂觀些 對商家來說,包括參展了公展會近十年的海味店 其中一位店主趙先生就表示,不少市民希望可以在這個星期五做冬 之前就買鮑魚、花膠、海味等等 就說,今年是通關後第一個公展會 但是他預計生意有兩成的升幅 為什麼呢?因為有內地客 內地客比去年多了30% 所以有兩成升幅的展望 流港消費很大原因就是,你看到這裡主要買的都是一些奢侈品 海味、芯蓉、花膠 這個可能就是未來香港其中一個銷售出路 當說買一些中高價位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不太介意給多一點點錢 我們從小看,在Uber和Taxe的爭端都已經是 其實大家重點是在於貨品的質素多於價錢 香港的品牌主要有兩個優勢 第一就是省時間,不用特意來回四到六個小時去深圳買 第二,深圳現在都開始炒起來了,何況 你說便宜都仍然便宜,但是沒有以前那麼便宜 第二就是很多人給多錢,除了拿來省時間 就是買它的品質保證 所以未來香港主要都是行這個 你說在香港賣便宜的東西的話 我想那個出路應該沒有那麼好 當然,很老實就是,對於整個市場來說 基層市場一定是最賺錢的 但是現在就是基層市場 你一個已經有很大的深圳、廣州、同質化的東西太多了 你說香港再用便宜去吸引人 我想那個效果未必那麼好 因為始終香港有一個基礎的支出就是地價 相反來說,你可以做的其中一個方向就是賣品質保證 這件事以前香港都在做,是香港商標、品質保證 之後我想可能都是主要就是這樣才好 如果不是的話,用同樣的價錢 或者用一個較低廉的價錢去做賣點的話 很快又會給其他的地方,深圳、廣州等 所以可能之後賣的東西可能就是,我們叫一些網絡很富貴的東西 當然實際,三百五富貴未必需要 但起碼你銷售就要銷售得很富貴 以及要銷售很多樣性 要讓人看到就是不同地方的特色都有 你可以在香港找齊,不用麻煩 當然價格可能貴一點,你便當作資料費用 你便當作運送費用、省時間費用、品質保證的費用 這個一直都是前店後廠模式要做的事情 不過就是,好像是2011年開始 大家就想在香港買便宜貨,因為自由港 電話都有便宜貨,甚麼都有便宜貨 但是在深圳開始便宜起來之後 再走這條路,我想那個距道會越來越窄 你就只能夠走回,有時走回路也不是問題 因為其中一個出路是這樣的 那麼,品質這件事我想 商家也好,或者政府也好 可能要花多些心思去處理這件事 是,他剛才說深圳的部分 這裡我都可以說少少 因為昨天我統計自己過往半年 原來去了二十多次 你計算半年二十六個禮拜 可能大概一個禮拜就遲到 所以我在這半年裡都一直去觀察深圳 你說他開始去對高端產品那方面是怎樣的 現在我看到深圳是一直去觀察深圳 當然他的主力未必是在深熔海尾 但是開始會看到一些貴價的茶葉 即是一些乾貨類 或者是之前的有些海鮮類 這裏都是慢慢地看見他們的 即是說現在我看到在深圳 除非你真是很鑽洞鑽去後巷 但是如果不是你在正規的商場 有份規模的商場 基本上你都不會很擔心這個解液的問題 但是我也覺得香港依然在這部分 還有一個階段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這個階段 所以正正因為露宿 你更加要看怎樣追上來 因為同樣體諒的情況之下 深圳的優勢一定是比香港大 在這個狀況之下 只能夠自己捐洞捐洞出路 好,那我看看另一則新聞 另一則新聞就是施政報告 之前就一直說搶人財 推出了一些高財通 即是其他搶人財的方針 而政府在昨天 財政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 昨天就開了記者招待會 就重推這個 俗稱這個投資移民 plan 就可以投資移民來香港 那麼這個投資移民 plan 昨天公佈詳情 就說2024年中 即明年年中會推出 那是怎樣投資移民法呢 就說按規定要投資三千萬港元以上才行 而這三千萬呢 是要非住宅的房地產 即是說包括股票、基金、債券 不是住宅的地產 你可以是鋪位、車位等 還有在這三千萬裡面 還要當中有至少其中三百萬 至少10% 是要投放在支持創新科技行業 和這些重點發展行業裡面 那你至少要升到這三千萬這條界線 才可以投資移民來香港 那麼這個是昨天的記者招待會說的 嗯...很缺錢 是 三千萬不是一個細數目 所以我想他也有想過 就是因為不是一個細數目 所以更加要隔離 因為香港人口密度已經很高了 那你說其他渠道過來的移民都已經很多了 那這個狀況之下 你既然想賺錢 又不想人口繼續爆炸 又增加矛盾 然後又打架的話 那就唯有提高那個數額 那三千萬他應該計算 那如果他...按他的KPI 是不是想起碼招一萬人過來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四千而已 四千嗎? 一年四千的話都還可接受 那你乘回這條數 一千二億 都一千二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是開心的 因為香港賦房都是現在縮到五千億 之前八千多 現在五千多 一千二億 它補回這條數 那創科特別是創科 你花錢創科越多的話 那變相政府可以在這裏給的越少 一個健康的市場 是要用資本去激發那個市場推動的 不是只有政府推動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多多錢都賺不到 不過就是... 又反過來講 三百萬的創科又不是很多 那所以呢 如果被他們分散去做所謂的創科公司 我用所謂的意思就是 三百萬的創科公司 就是... 不是很多 那這個狀況之下 只會有一堆空殼包庇公司出來 對於整個發展推進就不好的 那當然啦 對於香港政府吸金就非常之好 因為三千萬資產下來了 就是... 很大程度就會在這裏用的 那當然 都會有走資的情況出現的 就是錢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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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那最好最理想的情況就是 看看有沒有吸到外水進來 不好的情況就是... 仍然是... 糖水滾糖魚 如果不好的話... 不單止啦 就... 我怕是另外一套 變相走資的情況而已 就是... 就是內地有些人 就... 拿了三千萬下來香港 然後用投資的東西 散了那些貨走 又散了那些過美國 又散了那些其他地方 然後呢 啪啪個洞有走人 那這些是可以出現的 所以可能... 背後檢查那裏 可能要深深一點 是 我從來都是支持政府 有一些賺錢計劃的 雖然當然這些買少見少 但是... 許正宇在昨天的記者招待會 估計四千人 那四千人乘三千萬 所以得出千二億這個數 但是其實他這個數呢... 嗯... 我聽下去是有些... 有些水分在這裏 因為其實他一直是用著 過往的... 數據 就是說... 例如... 他在三何一疫情前的數據 這樣去說... 哦... 有千二億... 有四千人去補 但是現在... 去到現在... 2023年的當下 或者2024年 是不是還保持著有四千人呢? 那這個可能要打個折頭的 那... 但是... 當然... 就算他打了個折... 打了個一半也好 打了個五折也好 都是... 好事來的 雖然... 那... 千二億... 如果你打了一半 可能是六百億啦 那六百億不是完全一百% 進入政府袋 因為... 很多都是投資的 但是... 好過沒有啦 至少是 留在香港一定... 一定... 溶於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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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問題就是... 那句... 香港是不是真的打算走創科道路? 是... 因為... 即是... 很簡單而已 深圳已經... 已經在創科 那你叫... 兩個地方又這麼近 你... 然後...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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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狀況之下... 國家是有分工的 城市是有分工的 深圳做了創科 那... 香港是不是有必要繼續做創科呢? 是不是有必要在一條同質化的道路上走呢? 我覺得就沒有這個必要 即是... 正如大師所說啦 香港應該走金融業 什麼東西都是... 即是... 即是... 最少你不會是同一條道路 那...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三千萬裡面 你最少放三百萬 那... 我假設他放在三千萬這樣就好些 如果他只是放十分一 他只是為了遇到目標 三百萬的創果公司都是那一句 用得都不是很多 一隻... 很簡單的Apps 沒有什麼功能性的 或者功能性有少少的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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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可以用到八十一百萬都行 是... 因為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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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背後的東西 理論上 你搞了一隻出來 其他人照抄 不是跟一個... 相同開發成本 那麼你... 第一隻是八十萬而已 你第二隻照抄 可能十萬都可以了 那... 但不會有人很誠實地跟你說的 不是的 全部都自主研發的 那... 你... 即是... 你要讓我留在這裏 你說對於整個創科的長遠發展 就真是不理想 但是目前看,以往文件也好 或者是現在記者諸教會之後 還未有新文件出著 暫時未見到政府在這一方面有什麼想法 政府應該都不會有想法的 自由市場,最主要說那句 就是自負盈規自由市場 以及香港的體制都做不到五年計劃、十年計劃 所以吸錢這件事是有寄望的 你說真是搞起創科這件事,我就有所保留了 是啦,看看他再講一些詳情的時候就看看 另一則消息就是關於西稅 我們知道星期一的時候就開始一個新系統 就是二通行的系統,即是自負盈規劃 那系統在星期一第一天的工作天出現時 就有些炒車的狀況 有些是沒有收錢,有些是收多了錢 那加起來,西稅就有4,700多架車費收多了錢 那現在就陸續說退款 然後退款又要再交過 就是搞一大輪 那現在處理行政長官陳國基就說 這件事可能不是純粹是因為 二通行軟件或硬件的問題 現在陳國基表示 發現有人在初步懷疑沒有合理原因之下 是干預了電腦 然後導致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不是純粹是電腦系統的問題 而是人為的問題 但究竟怎樣做,現在他轉介了給警方去調查 如果有人蓄意破壞的話 陳國基就說會交給警方去依法更盡 那就是說現在擔心的是會不會有人去刻意 黑了他或在裡面改了一些東西 令到他翻車 哇,搞這麼大行龍鳳就是為了要政府 為了要政府賺多三萬元 不是很理解這個黑客想什麼的 其實我很老實在這麼說 甚至是不是黑客我自己也很有保留 這些很明顯是樓下的人太懶惰 然後讀錯數,或者用錯的系統而已 那你一下子就上到這麼高的地步 我想那個人也不會衝出來拍 當然,退回舊款、收回新款 這件事看起來就很麻煩 其實對於計算來說 一定是最乾淨、最方便的 就是網絡最麻煩的東西 其實應該是最穩陣的 我當兩條數這樣算處理 我不要在這裡加加減減 如果不是的話,加減減減的話 那條數可能還不亂 因為太大規模 那你涉及的款項亦都多 在這個狀況之下 直接把那個當兩條數處理 在計算來說是最方便的 可能給其他人的感覺就很麻煩 那至於電腦、人為這些 我就覺得 你說是不是真的去到這麼強勁 或是人為干預 意圖做一些顛覆的動作 我覺得如果有能力 進入政府系統的人來說 他會做的事不僅是收多你8元 如果我是蓄意破壞的話 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直接稍微免費 然後令你一天起碼吃幾十萬 只是收多你8元 我覺得是懶人沒有調整新系統的情況 即是第二天要開新系統 然後太晚睡忘了 因為它按時數是逐節加上去的 就是這個做法 即是7點多的時候你過就便宜一點 然後8點多就正常收費 我覺得純粹是 那個系統本身搞得不是那麼好 然後它有按鍵 譬如說每個小時要按斜 按完之後你才會慢慢加 或者是減回的 然後有人就沒有按到 這個狀況就大一點了 因為以往不用按 現在要按多有手續 那些人不習慣 去到人為干預這一個 我真的覺得 反而我覺得政府如果 如果這些東西那麼容易避免的話 那就是反而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涉及到的幾千人 即是收多8元 這個也是幾千人的問題 但是已經是幾千人了 你這個系統那麼容易避免的話 還差過Apple自己出的那些蘋果機的話 我覺得就非常不理想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應該是 即是叫做 員工15多個是蓄而破壞了 這件事我看到經濟日報 它引述了有一段 我當是脆文 這是經濟日報所說的 就是經濟日報找回 原來這個二通行背後的公司 背後的什麼公司 投資者 原來就牽涉到張松橋 張松橋就是在投資界裡面 一直被譽為重慶李嘉誠 重慶成哥 包括跟許家印 即是恆大許家印 或者香港的鄭宇彤 就是坐碟會的成員 不知道關不關大獅子 這個就要再請教他 就說張松橋旗下的上市公司 其實是維持著 現在二通行35%的股權 所以會不會去 他講的時候 當然張松橋之前 也是維持著一半西稅公司 有一件這樣的脆文 至於關不關他的事 雖然我未想到 有什麼目的要這樣做 但這個是經濟日報 發掘出來的消息 而且特別阿謙 你剛才提到 你剛才提到 黑的事情 如果要黑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除非你在一個高高手面前 當然什麼都可以 但如果通常要黑的系統 很容易是要有內櫃才行 如果不是你說 我自己坐在家 我就要黑到哪裏 這件事是極其困難的事 或者有後門系統 但是無論是黑也好 有內櫃也好 還是後門系統都好 你的目標就是 如果要政府多虧百元的話 整件事是不合理 起碼你 怎樣說好呢 我們經常都說 不是說不爆得大鑊 不是說不可以奶鑊 你奶鑊奶單 酷一點的可以嗎 例如公司 我們經常都跟同事說 不是說不讓你搞壞事 你搞壞事的理由 麻煩你酷一點 即是你 你搭的士遲到 然後篩碎塞車 這些死有如辜 大家不能說 但是你死都要坐巴士過來 這些就沒有東西好談 同樣地就是 如果你說要去到要內櫃 去到漏洞 或者人為破壞事件 你應該搞壞事件 應該是一堂非常大的事件 而你做完這件事是有益處的 這件事 第一 首先你領多是政府虧三萬元 第二就是 出來的效果又不好 第三就是你打算拿這件事 去要脅政府什麼 特別是現在的政治氣候 你這一頭說用交通系統顛覆的話 其實破壞交通系統這件事在國安法裏面 國安法鎖起來 在這個狀況之下 認為破壞的可能性沒有那麼大 甚至即使我是反對派 我是顛覆分子 我要搞的話 我也不會只保持你的收費 沒有減價 這件事根據陳國基所說 是轉介給警方 看看警方的調查是怎樣 看看國際新聞 最近當然也在說 袈裟戰爭那邊 而說的是 最近在紅海那邊 也有來自胡塞武裝的襲擊 而說胡塞武裝襲擊紅海的雙船 這件事其實令到現在 已經有一支船要繞去好望角來過 而不經蘇伊士運河來過 因為如果看回一些外地傳媒的報導 故意記下一些 11月至12月在紅海中的海上事故 你看到都密密麻麻的 保持有的 所以包括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丁在訪問以色列時 都說華盛頓正在建立一個聯盟 去應對著來自胡塞武裝的威脅 因為胡塞武裝一直都在也門 或者叫熱門 所以他是在紅海 當然他不會直接去到加沙地區參與戰爭 但是如果他在紅海或者蘇伊士運河 去搞事的話 對國際油價或當地的雙船 也是很嚴重的影響 這件事已經至少令到國際油價 最近上升了 而且根據航運業的人來說 現在的保險 即是購買經過這條國際航道的雙船 保險的費用 已經急升了有四成到雙倍不等了 這個可能是否登中了之前 之前就說對於 加沙大規模停火 即是審慎樂觀 除非伊朗下場 然後伊朗下場 因為胡塞武裝就是伊朗的其中一個 壓手套 這個跟那個形勢也有少少關係 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會發現最近聯合國大會 又通過了一項 促請或是促請停火的 一個強烈促請停火的聲明 那聯合國大會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聯合國大會 就是全部一起投票 但是這一個是沒有約束力的 那沒有約束力的投票投來做甚麼呢 就是因為聯合國的聯大 每一次召開會議之前 一定是基於聯合國安理會有些事情發生 而聯合國安理會那時候 也是過了一條標 就是要促請停火 再這條標 就是13票贊成 一票棄權 一票反對 但是由於反對的一個是常任理事國 所以議案未來莫及通過 至於誰常任理事國呢 就是毫無疑問還是美國 開不開名都沒甚麼所謂 在這個狀況之下 聯合國又再次開會 然後又通過這件事 通過完之後會看到整個國際間 對於那個… 就是以往第一次要求停火的時候 投棄權為反對的人 現在都投了贊成 那個聲音是強烈了的 但是… 但是隨著以色列的行動 想要深入一點的情況之下 美國也要再死保他了 因為第一次安理會 其實就這件事 聯合國安理會大概開了三次會 第一次就禁止了 第二次就禁止了 過了之後賺了四日停火 第三次又禁止了 就是跟以色列當時的推進有關 在這個狀況之下 既然它禁止了 代表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不但展開 而且很順利 所以他們就一定要保住以色列 繼續有這個行動的情況出現 在這個狀況之下 所以說伊朗怎樣都要動一些東西 最近加沙北部地區 以色列北部地區 金主黨和以軍已經有交火了 再加上胡塞武裝在這裏 就放一些毒 看到伊朗開始動的情況多了很多 當然很大程度上 你要取決這幾件事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加沙究竟可以抵抗多久 現在看到的是哈馬斯再次打算放一些 我們叫做有長期被彎症的年長人質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哈馬斯繼續用這個人質 以外交去令到義軍在道義上處於一個比較失利的情況 特別是當以色列出現了誤殺人質 這件事 誤殺人質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就沒什麼好奇怪的 先不說緊不緊張的事 其實你看到義軍這樣打法都不是很可以的 只不過剛好這一次被彎症的時候是被大家看到的 沒那麼好看而已 但其實是能夠解釋的 你說他是人質,我是哈馬斯,可以嗎? 即是二戰的時候 加仔都脫了三褲,舉白旗出來 最後還沒塗了飛彈出來自爆 我現在就當是避免處理,可以嗎? 是可以這樣解釋的 所以外面國際間對於他的評擊是非常之大 國內對於義軍的行動的評擊也非常之大 但其實他們是不在乎的 以色列軍隊是不在乎的 甚至內塔利亞也不是很在乎的 內塔利亞也不在乎了之後 即使內塔利亞會下台的話 覺得是左派上台還是右派上台呢? 左派上台的話一定會被右派借的 因為國內最大的輿論是10月7日這一場仗 不是我們先挑起的 是哈馬斯先挑起的 如果你出來跟人說要握牌、握手、和平會歡呼 那你怎麼對得住10月7日死亡的那千多人呢? 這是很大的政治十字架 你不能比,你唯有繼續支持這個加仔行動下去 你只不過可以將它縮小 但是現在右派當權的情況之下 你便很難將它縮小 所以就是這樣 戰爭現場 目前來說伊朗也是那句 它沒有打算親自下場 它也是用白手套去動 包括他們在胡塞武裝 包括黎巴黎爭主黨 下一步是甚麼呢? 可能會在伊拉克10月派民兵出力 但是再多會不會多呢? 我覺得就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伊朗本身是自己的政治訴求 其實整個伊斯坦世界 和阿拉伯民族主義世界 都是借巴勒斯坦做一個藉口 去做他本身想做的事 包括土耳其 土耳其作為一個不約國家 它沒有可能真的做一件事 是完全嚴重違反美國或不約利益的事 所以它借這件事出來 都主要是宣示一下它作為 伊朗其實都是借這件事 去和美國促成一個和談 一個新的備忘 因為以往是因為川普的關係 伊朗和美國的關係非常差 有制裁等等 我想伊朗是想解除這個制裁 多於去救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 如果真的看回整個中東市 你會發現是沒有人想救他們 包括一些所謂的阿拉伯兄弟國 包括約旦埃及 約旦、埃及、敘利亞這些傳媒都不想 甚至得罪說的就是 第一次中東戰爭的由來 就是這一批阿拉伯兄弟國 是想著瓜分巴勒斯坦的兩河平原 所以其實沒有人想照顧這件事 伊朗這次在無風起浪 或者叫有風起浪的情況之下 主要都是 不是很照顧巴勒斯坦 也不是很照顧以色列 它照顧的是美國 那麼 那麼 寒度的擠塞 就是寒度的擠塞 保險的上升、油價的上升 對於美國來說的壓力是相對有的 那麼在這個狀況之下 可不可以逼到它去和談呢 那就是一本本 但是當然也是那句 在現在經濟下行 在工業排行情況之下 油價的升降 是否真的完全很影響 就是會不會去到1973年的效果呢 石油機當時的效果呢 就存疑的 因為1973年大家就是工業上升期 對於油的需求非常之大 一無就收皮了 但是現在經濟下行 大家沒事做就炒股好了 那麼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個影響未必有那麼大 一來它力度沒有那麼大 二來就是人家的需求也沒有那麼大 油價上升下降的需求 或者這個油價上升下降的影響性 早一年在俄烏戰爭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影響不影響?影響 大不大呢? 又不算太大 所以現在就在這裏鋸 但是既然出現了這個形勢的話 那就… 加沙應該都很難停了 這個就跟美國所想的 就有一點背道而馳了 因為以色列一直都說 他會再維持軍事行動幾個月的時間 包括他的外長 或者內塔尼亞胡 偶爾也會這樣說 但是布林肯 或者拜登 就一直都想叫停他 就說你們搞… 不管你們搞完今年就好了 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你搞完今年 或者搞多幾個星期就好了 雖然現在的輿論 就輕手了一點 沒有那麼聚焦得那麼緊要 但是依然是他有個這樣的… 兩方都是這樣… 不是很… 在如何收拾這個問題上 還是還未談得如何 美國的中東戰略完全出錯了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只能夠透過死保以色列 去維持美國的中東政策 但正正就是死保以色列 導致中東那麼偉亂 那你說可不可以保護另一個人呢 在這個狀況之下 沒甚麼可能 十年前的時候 可能現在就不行 所以美國對於以色列的保護 就好像當年德國對於奧空帝國的保護 你只能夠開空白支票 即不是空頭支票 而是空白支票 即是你飲田 你只能夠無限度擴張 你某程度上就是小國綁架大國 以色列其實現在是綁架了美國的 以色列他現在做的事是令到美國在外界處於非常被動 說回安理會 為甚麼每次動用否決權都是這麼嚴重呢 因為動用否決權這件事並不是沒有規矩的 他在說譬如說 如果條標本身一定不夠票過的話 即使常任理事國反對 都不叫動用否決權 動用否決權的意思就是 條標本身如果你不反對就會過 那麼這些才叫動用否決權 那麼這個狀況之下 美國他最近好像 譬如說近這10年或2年 用了16次入面 有15次都是涉及到以色列的 那麼 動用否決權意味著就是 你不能在國際上 找到足夠多支持你的人 你唯有是 強硬 強硬去過 而這些東西從來都是有代價 但是美國你只能夠死保以色列 就是說對於美國的被動的情況很多 甚至以色列的做法是 完全不顧及美國的利益 是顧及以色列自己的利益 譬如說現在這樣的做法 對於以色列來說 他最理想的是什麼 就是拉美國落水回中東 但是美國不想回中東 他花了20年就打算脫掉中東 然後你的臭小子又要拉回中東 但是以色列表示 你的利益關我什麼事 我的利益才是我的利益 現在我就要借袈裟 現在我的網絡就被人借了 那你回來支持我 你不回來支持我的話 我就被人滅國 我被人滅國的話 你不要說你過去20年了 你過去50年的佈局都公開一攔 這個就是小國綁壓大國 其實是很不健康的國際關係 很難想像為什麼 作為一個世界大國 還要是全球第一大國 他對於另一個國家的關係 可以隔到這麼一個惡劣 這個惡劣是隱性惡劣 他不顯性 他們沒有吵架、口水獎 但是小國綁壓大國 這件事本身都是很難理解 對上一次就是奧空和德國 但是好歹就是奧空和德國 大家都有叫做血緣關係 兩邊都是象徵著得意志民族的國家 你綁架就很正常 以此跟美國理論上其實他們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它有關係 但是理論上是可以沒有關係的 這樣都綁架到的話 不要說對於美國對全世界的交代 美國對於自己國內民眾的交代都很難 所以沒有那麼多親巴勒斯坦的遊行 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 除了對於實際對於美國政府的不滿 或者對於巴勒斯坦的同情 或者純粹是營、MK 更加一件事就是 很多新一代的美國人 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幫以色列揹揹這隻 要顯受這麼大的代價、這麼大的責任 完全看不到 對於新一代的美國人來說 他們理解不了這件事 也不想理解 所以他們才有那麼多支持親巴勒斯坦的遊行 支持親巴勒斯坦的遊行 不一定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純粹是不拒絕你 或者是不拒絕你的這一項政策 這也是挺大的影響 對於國內、國外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隨著大選臨近 很有可能在這種情況興起之後 會成為總統新一輪的競選議題 除了禁讀、移民、禁窗之外 可能以巴外交政策 都已經成為一個跟中美關係並肩 甚至超越中美關係的一個很大的議題 所以美國買以色列的股票 就是越買越跌 越跌越溝 越溝越跌 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但剪掉就剪不了 又不想剪掉 唯有死渣 到最後就變成全民 剛才阿軒說到關於美國大選的議題 在香港時間今早 即是美國時間昨晚 就出了一個關於大選的新的風波 話說川普被科羅拉多州裁定 就說表明 因為特朗普煽動了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叛亂 所以根據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 他是沒有資格去擔任其後的任何公席 簡單來說就是由科羅拉多州開始 第一次去封殺了一個 未來可能會做到總統候選人的一個人 這是一個今早一個新的消息 但究竟這件事是否真的影響得很大呢 話說這個審判案 當中的七位裁判法官 都是民主黨去申請回來的 而結果是4比3 去做了這個裁決 但這個裁決到底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封殺了特朗普呢 第一 特朗普表明會上訴 第二 就算被他封殺到 他也是封殺到明年3月初的共和黨初選 就不是真的封殺明年11月大選 所以現在有無法封殺 無論是司法程序來說 還是共和黨來說 都是有得封殺的 但至少現在他算是打響了第一槍 會不會由法律層面上 去禁止特朗普在一些關鍵州佛那裏去參選 令到他整盤2024年參選的大計都要翻車呢 是否可以封殺總統的候選人 應該是 還是只有他的州 他的州 只是佛羅拉州 還好吧 佛羅拉州是民主黨票倉 所以沒什麼所謂 但就 很少見 不要緊 整件事本身都很怪彈 即是 救低 叫大家興兵勤王 然後勤王失敗 勤王失敗之後 就要還債 那佛羅拉州是其中一個 因為 只要告一條 即是其中一個告到 其他州都可以照跟 那你只要所有州都跟齊了 即使沒有最高法院去做這件事的話 那特朗普也不用做算了 不過 其實你現在給了更多的注意力 即是代表著他真的有這麼多的注意力 這件事如果真的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情況下 你硬性推 對於美國來說是好是壞 就有待上抗 W1共和黨其實現在已經沒有幾個出名的人 那可欣又死了 新來其中一個好像被人踢爆了學術造假 然後被人踢出國會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共和黨即是叫做白人 即是叫做白人 即是紅帛子 其中一個意中人就是特朗普 你又不讓他去選 在這個狀況之下 即是之前推的很多什麼加州獨立 德州獨立 有沒有可能再推翻呢 雖然成功實行的機會率不高 但是那個聲音會越來越大 聲音一大 思想一出來 你很難再收回 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 這是一個好事 對於美國來說 一半一半 總會有些人想玩獨立 奇怪與荒誕 這件事就是你在選舉打不贏他 你只會用其他招去打他 但這件事打完之後 那些人是不會服氣的 特別是這批人都不會投給你的情況下 對於共和黨來說 也是一個危機 如果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不站硬 你都不幫特朗普的話 以後這一批 特朗普的粉絲 7000多萬 會不會陷害你 很難說的 特別是這一批人 還有很多都是武裝地主 或者什麼什麼 即是叫共和黨的主要經濟來源 你得罪金主的話 未來還好行 所以近這十年都不知道共和黨發生什麼事 真是難以理解 人財儲備又差 接著金主本身都在水 就要這樣得罪法 在這個狀況之下 可以推出什麼新的人出來 大家都很期待 如果他這樣也推不到的話 就只能夠說 民主黨內部初選 沒有好看過共和黨很多 共和黨可能內部也不用初選 你這樣推法 當然了 這個會不會禁止特朗普的所有選舉 即11月是否代表他不可以用其他身份 所以他重新報名 就比較難講 但是他看到共和黨的影響力 應該會跌得很重 所以看特朗普是挺有趣的 因為特朗普是 少數的 你看到所有的悪新聞 對他都可以轉化做好新聞 反而是鋪固了他那些鐵粉 那些村粉的新聞 無論是之前去查他的莊園 司法的案件 或者這一宗都可能是 至少共和黨 現在他可以 之前一直都是比較劣勢的 但是在袈裟戰爭之後 或者一路去講開美國的反右勢力的時候 就一路去批評民主黨 去縱容這些所謂多元化發展 多元性別 多元種族 所以在這裏有少許多分 因為之前在麥卡錫議長下台的時候 就差不多是完全省了 但是剛剛麥卡錫議長下台 一個星期之後又加沙戰爭 所以現在去到明年3月 或明年11月 都還有好一段時間 美國明年有N那麼多大選 喜歡看的一定不會覺得悶 好了 最後一宗消息 就是講日本最近自民黨的黨內派系的獻金醜聞 這宗消息就持續發酵 在昨天19日的時候 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 就去到自民黨裡面的安倍派系 即清河會和二階派辦公室進行搜查 那麼NHK就報道 去了清河會和二階派 二階派過往一直都算是相對比較親中一點 至稅會那裡去調查 就是調查今次整個政治獻金的款項 因為報道提及到 NHK的報道提及到 由去年 直到去年 過去五年之間 安倍派的清河會和二階派 合共收到政治回購是五億 和一億日圓的分別 五億日圓和一億日圓 大約是2600多萬港幣 和530萬港幣 所以現在 這個消息一直在做 但是看著日本首相岸田 其實他的民望也很低 去到20% 而以過往的慣例來說 差不多是坐不住的位置 所以現在 再加上自民黨一直在調查這個事件 所以日本本來以正常程序的話 明年是有自民黨中裁選舉 甚至乎是 手上是會再選 但是現在 又會添了這些面子 因為 安田文雄本身現在 經濟改革的改革很差 所以本身人們都對他不太狂 純粹這件事爆出來更加不狂 安田文雄最厲害的 就是搞了一個特別稅化 裡面的東西很難計 有東西要拿單 又要鏡頭 簡單來說就是要給10% 就是割韭菜 這件事對於一些行業來說 是影響非常大 包括動畫行業 所以最少我也聽聞過 有幾個升級 因為這樣退休了 令人傷心 所以本身 就是因為這件事 他的民望正在下跌 在下跌的情況之下 豬門酒肉臭老有動死骨 我又要加多10% 我又要加多幾幾元稅 你又收幾億 這個狀況真的更加不強 但是 是奇怪的 因為日本國會議員收黑金 我想這件事都不是什麼秘密 雖然說很多西式民主國家都有很多議員收黑金 但是有兩個地方收黑金是絕對不奇怪的 第一個就是台灣 台灣不用說收黑金 我簡直是黑社會自己衝去選 第二個就是日本 因為很多的日本人議員 都是黑社會扶持起來 扶持起來之後 譬如說看中一兩個有可能性的議員 然後 山口組或者什麼組 寺村組那些就不斷貨水給他 然後捉他上去 然後他又負責收黑金 然後又派給收黑人 所以 這件事大家都應該是實際上心力有數 只不過無緣無故地爆發 因為地檢署爆發真的非常奇怪 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因為地檢署最近應該都沒有什麼人事變動 還有 他自己做又不找警示廳一起做又有點奇怪 所以暫時就 為何會爆這件事出來 就是暫時未了解 所以不知道什麼情況 但是岳田文雄應該 攬就一定寫攬的位置 那麼 在現在日本這個政治氣候 即是說大家都不太投入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出現請辭或者叫做被人罷免呢 罷免我覺得機會都是小的 請不請辭看他厚不厚面皮 但是他都做得出收特別稅這件事 他面皮應該都不算太薄 所以應該都不寫遲住 還有他他用去把中國 doet standpoint değiş擴抱去安倍牌 當然對於他自己的聲望 或者被內克的聲望 一定是下降的很厲害 但反而來說 有 potencial性是日日在升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整件事 的信息也盡了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的 當然一件事看得太難明的情況之下,你唯有當作發生問題 當然日日升和美元的減息也有少許關係 至少日本現在的政治因為民望一低,東西就開始亂來 民望每次都不會高,頂多三成 有低和再低的分別,低和沒那麼低的分別 所以現在可以顯示自民黨派系的鬥爭 加上究竟能否坐到明年的日本自民黨黨魁選舉 這也是很難說的 我覺得應該不是自民黨內部做的 你這樣做和攬炒有甚麼分別 現在正在影響整個黨的聲望 你說到有甚麼岸田派安倍派又成又成的 全都是自民黨出身 在這個狀況之下,你這樣借他,你是借自己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自己人做的 會不會是那些公民黨極有做呢? 或者是… 那些在野黨應該沒有那麼有力 難說一點,就是因為本身自民黨應該是最多門路 最多甚麼,所以大家都當他不出事 所以以往那些日本人不知道投甚麼才投他 那你現在出了事 但問題最重要就是這宗日本是常規 收黑金吃回購這些常規 上世紀二十年代都已經是這樣做 你吃到今世紀二十年代都吃了一百年 有人當是甚麼嗎? 但無緣無故有一個人爆出來 然後地檢署又不知為何無緣無故特別認真 所以才騙過這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太朴索離奇應該不是自己人做 自己人做的話就懶了自己 刮到自己損手爛腳 是,所以看看這個之後怎樣繼續發展 那今天的亞洲新聞就先到這裏吧 好,多謝大家 拜拜